近百年来 宇宙膨胀理论一直被视为解释宇宙起点最北广泛接受 最具权威的模型 它像一座灯塔 引导科学家们理解那难以想象的宇宙诞生瞬间 成为现代宇宙学构建的基石 在物理宇宙学的领域里 所谓的宇宙暴障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膨胀 指的是宇宙在及早期 几乎刚刚开始存在的瞬间 经历了一场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加速膨胀的过程 就像一颗种子瞬间变成一个巨大的气球 这个暴涨阶段发生在大爆炸之后 极其短暂的时间窗口里 大约在10的-36次方秒时启动 持续了大约10的-33到-32次方秒 虽然听起来只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瞬间 但其对宇宙的结构和命运却具有深远影响 在那段超高速膨胀结束之后 宇宙并没有停止扩张 而是一种更为温和 逐渐放缓的速度持续膨胀至今 就像高速列车突然减速后仍在平稳前行 然而 就在不久前 《权威期刊物理评论研究》 刊登了一项突破性的新研究 它大胆地提出了一个震撼的观点 也许我们从来就不需要依赖这种早期膨胀来解释宇宙的起源与演化 引力波本身也许就能重现我们所观测到的一切现象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 我们将一起深入了解这项引人注目的最新理论 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它背后的机制如何运转 我们真的不需要膨胀了吗 以及它为何有可能撼动宇宙学中最根深蒂固 最有影响力的支柱理论之一 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 是对一个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假设发起挑战 也就是我们是否真的需要依赖宇宙膨胀来解释 如今宇宙在大尺度上呈现出的平坦性 均匀性等特征 不可否认 作为一种理论框架 宇宙膨胀的解释力一直非常强大 它曾在多个方面成功地回答了 我们对宇宙结构起源的疑问 成为科学界的主流观点 正是通过膨胀理论 科学家得以解释 为何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宇宙 在大尺度上几乎是各处均匀的 几何上呈现出近乎完美的平坦结构 甚至还能解释 早期那些极其微弱的密度扰动 后来是如何演化成一座座星系 星云和庞大的星集团 然而膨胀理论也并非没有问题 它也引入了一系列复杂的副作用 和难以验证的假设 让一些物理学家始终心存疑虑 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 就是膨胀理论需要假设一种被称为膨胀场的神秘能量场的存在 这种场在自然界中至今没有任何直接的观测证据 是一个纯粹理论上的产物 对于不少科学家来说 这种对尚未被实验所验证的理论构造的严重依赖 使得整个理论体系显得有些不稳定 也因此引发了持续的争议和担忧 相比之下 最新提出的这个新模型将研究的焦点 从外部驱动力转向了宇宙自身内部的物理过程 试图用更自给自足的方式解释宇宙的起源 这个新故事的起点 是一个被称为德西特空间的数学节 它早在20世纪20年代 就由科学家在研究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时首次提出 是描述一个拥有恒定正能量密度的时空模型 简单来说 德西特空间描绘的是一个 由恒定能量密度主导 不断扩张的宇宙 这个模型在解释早期宇宙行为时 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数学近似框架 在这个德西特空间的背景下 研究人员深入研究了宇宙微观层面上 自然发生的量子掌落 这些看似随即的微小扰动 可能正是宏观宇宙结构的起点 这些极其细微的掌落 在理论上会不可避免的生成引力波 也称为张量扰动 就像是时空中的涟漪 从最初就悄然扩散开来 而当我们将这些扰动用更高阶的数学方法 去深入分析时 便会发现它们不止于简单的波动 它们会在第二阶层面引发飙量扰动 即宇宙中的密度起伏 而这些起伏正是日后星系 航星 行星等天体形成的种子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种完全不依赖膨胀的机制 竟然在结果上几乎完美重建了膨胀理论 试图解释的那些关键统计特征 比如我们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观察到的 近乎尺度不变的能谱结构 而最令人振奋的一点是 这个过程并不是建立在某种假设的膨胀机制之上 而是扎扎实实的 由两大基础物理理论 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自然结合所推导出的结果 在这个新的理论图景中 尹利波的角色远远不知我们熟知的 由黑洞碰撞所产生的宇宙涟漪 就像2015年LEGAL首次探测到的那样 它们被赋予了更加根本性的地位 在这个模型下 尹利波不再是宇宙偶尔想起的低语 而是整个宇宙从无到有 从混沌到有序的构建工具 是驱动宇宙结构形成的核心力量 研究团队特别强调 这一全新的理论并没有诉诸于任何奇特 前所未见的物理机制 而是完全建立在 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被反复验证过的物理基础之上 它所做的是重新梳理并组合已有的物理概念 让我们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引力波 使其从辅助角色一跃成为宇宙起源剧本中的主角 承担其解释宇宙结构诞生的关键任务 这个模型之所以意义重大 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更加简洁 逻辑自洽 且可以实际检验的理论框架 来与主流的膨胀理论正面对话 挑战其在宇宙学中的统治地位 在科学研究中 简洁不仅是一种美学 更是一种力量的体现 一个理论越简单 越少依赖未经验证的假设 它就越有可能触及事物的本质 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能力 如果我们能仅凭现有已知的物理理论和观测事实 就能够得出与膨胀理论相同的结论 那就意味着这个新理论更加经济 逻辑上更精烈 且从根本上更加牢靠 新模型的一个关键亮点在于 它揭示了宇宙中密度波动的统计特性 其实可以直接归因于二阶量子引力效应 而非必须借助一个假想的暴障阶段来制造这些扰动 这一发现让整个模型显得尤为自洽 不再需要额外补丁或者人为引入的新机制 仿佛是宇宙自身逻辑自然演化的产物 模型不依赖额外参数的微调 也不依赖于任何我们尚未发现的神秘粒子 所有构建元素都来自于我们现有的理论工具箱 它完全建立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与量子力学的交汇之上 是两大现代物理支柱 在极端早期宇宙条件下的自然延伸与互动产物 此外 它所提出的预测界限也更加明确 科学家可以据此进行具体观测来验证其真伪 不像膨胀理论那样 在面对失败时可以轻易调整参数逃避正伪 事实上 膨胀理论长期以来受到的一项批评 正是它过于弹性 当数据与预测不符时 总可以通过引入新的机制或调整参数来让它幸存下来 比如说 如果某一特定的暴障模型被观测数据所否定 研究人员往往还能创造出另一个稍加调整的版本 继续维持理论的存在 这种打不倒的特性反而削弱了其科学严谨性 正因为这种高度灵活 甚至接近万金油时的适应能力 使得膨胀理论在逻辑上变得难以被彻底证伪 这对一个科学理论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弱点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这个引力波主导的新模型则明确给出了可观测 可验证的预测 让科学家可以真正的拿它说实 进行实证检验 根据该模型的预测 我们应该能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极化图案中 甚至在原始引力波背景信号中 捕捉到一些极具辨识度的特征信号 这些信号是膨胀模型所不具备的 而随着未来更精密的观测手段问世 这些预测将面临真正的考验 要么被精确验证 从而提升模型的可信度 要么被观测所否定 彻底退出主流视野 正是因为该理论格外强调可测试性 它才显得更具科学精神 也更有资格参与关于宇宙起源的主流讨论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 一个能够被观测结果明确否定的模型 其实比一个能解释一切的万能理论更加可贵 因为它促使我们不断验证 不断进步 而不是陷入自我循环的解释陷阱 当然了 尽管这个新模型令人耳目一新 它并非无懈可击 也有不少代解的难题和理论上的挑战 等待进一步研究和检验 比如说 这些所谓的二阶量子效应 究竟能否准确还原普朗克卫星等观测任务 所测得的那些极为精细的宇宙微波背景振幅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此外 该模型是否有足够的解释力 来涵盖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 那丰富而复杂的特征结构 目前仍是一个需要系统论证的问号 所有这些疑问都是摆在科学家面前尚未解开的谜团 是未来几年研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核心课题 实际上 这个理论也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新模型 它的提出让我们重新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宇宙观窗口 连接到其他一系列挑战膨胀的替代理论 此前 物理学界也曾提出过其他几种有趣的替代方案 例如宇宙经历无数轮回的循环宇宙模型 或是将时空量子化处理的圈量子宇宙学 这些理论各有千秋 但同样尚未获得决定性验证 而这个新模型与前述理论相比的最大亮点在于 它并没有引入太多未经正视的新机制或额外维度 而是回到我们已有的物理基础上 做出巧妙且自然的推理 它所做的 是对我们早已熟知 但长期被忽视的引力波特性 进行重新审视 并追问 这些看似低调的时空波动 是否其实早已蕴藏了解释宇宙诞生秘密的钥匙 如果最终证实 引力波真的在塑造宇宙结构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那么这项发现将彻底改变我们对宇宙起源的理解 其意义将不亚于当年提出大爆炸理论本身 换句话说 这个模型如果站得住脚 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完全不依赖膨胀理论的情况下 合理解释宇宙诞生初期的各种现象 从而动摇甚至重塑宇宙学界 长期以来视为圣经的标准模型基础 在这个阶段 科学界面临的最关键任务就是 观察 用尽可能精确和多角度的观测手段 去捕捉宇宙留下的蛛丝马迹 以验证理论预测的真伪 为此 科学家们已在全球范围内筹备或实施多个高精度卫星计划 包括日本的Lightbird 下一代的CMBS4项目 以及NASA-T中的PICO任务 他们都将专注于探测宇宙微波背景中的计划模式 这被认为是原始引力波指纹的关键所在 与此同时 欧空局计划于2030年代发射的空间引力波天门台LISA也将大战伸手 去捕捉那些来自宇宙早期的引力波背景信号 可能为我们提供直接的观测证据 揭示宇宙婴儿期的秘密 如果未来这些天文观测真的在数据中发现了与新模型语言高度一致的信号 那将不仅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胜利 而是标志着现代宇宙学可能正在迎来一次根本性的思想转变 解释 那曾经一统天下 长期被视为默认真理的膨胀理论 可能将被降格为若干候选方案之一 成为与其他理论平起平坐的选项 而不再是唯一解答 在这个新的科学叙事中 引力波不再是仅在特定事件中偶尔露面的次要角色 而将摇身一变 成为宇宙创世故事中的主角 主导宇宙的形态和命运 更重要的是 这个模型不仅仅是一套解释宇宙的技术框架 它还在更深层次上提醒我们一个基本的科学原则 好的理论不必复杂 一个真正强有力的理论 往往不是依靠大量新奇假设堆砌出来的 而是通过对已有知识的简约组合和深入理解 尽可能以最少的假设解释最多的现象 从上世纪初至今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这两大支柱 已经引领物理学界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辉煌旅程 奠定了现代科技的基础 而这个模型所展现的潜力恰恰在于 它用这两套经典理论本身 就可能足以揭示宇宙诞生的奥秘 无需提前诉诸尚未观测到的新物理或额外维度 这无疑是一种回归基本 又充满智慧的路径选择 尽管这个理论让人眼前一亮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 宇宙仍然隐藏着太多未解之谜 这个模型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答一切 比如暗物质究竟为何物 宇宙为何在今天依然加速膨胀 引力如何与量子力学真正统一 这些都是这个模型尚未触及或无法解答的重大问题 仍需科学界持续公关 即使将来这个模型被观测数据所证实 它所能揭示的也只是整幅宇宙拼图中的一部分 宇宙学的终极奥秘仍然是层层叠叠耐人深思 但无论它能否成为主流理论 引力拨框架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发展的真正轨迹 不是一蹴而就的突破 而是不断挑战旧观念 提出新思路 在验证与否定中不断进化 正如这段科学历程所揭示的那样 任何理论都不是不可撼动的真理 它们只是我们当前理解世界的最佳尝试 时刻准备着被新的证据修正或替代 理论的生命在于它能接受质疑 能经受实验的考验 并在反复的实践中逐步完善 或在新的发现面前优雅的让位 因此 无论这个模型最终能否屹立不倒 它都已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 激发了对更可靠 更可验证的宇宙起源解释的探索热情 宇宙从何而来 为何而生 依旧是整个科学界面前 最深邃 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 它不仅关乎物理 更触及哲学和人类存在的根本疑问 数十年来 宇宙膨胀理论一直被摆在舞台中央 被赋予解释一切的地位 但我们也越来越清楚 它其实建立在若干尚未被观测正式的假设基础之上 而这项新的研究则提示我们 也许仅凭引力波的自然行为 不借助额外场 不添加奇异粒子 就足以描绘出宇宙从混沌中走向秩序的图景 在这个模型中 答案并不遥远或陌生 它来自我们已熟知的两大理论之著 引力和量子力学 也许最深刻的奥秘 就藏在最基本的法则之中 您怎么看呢 您认为这种看似更简洁 扎根于已知物理的新模型 是否有可能最终取代 那位氛围至上的宇宙膨胀理论 还是说 它只是又一个尚未成熟的假说 只会引发新议论的学术争论 成为通往真相路上的过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